在美国大概每40秒就有一个美国人心脏病发作 每年有80.5万人心脏病发作 其中60.5万人是第一次发作 他们当中12%的人会在第一次发作死亡 还有19%的男性和26%的女性会在一年内死亡 心脏病是美国的第一号死亡的原因 在美国每四个死亡的人当中就有一个是因为心脏病 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探讨一下心脏病发作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它都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症状 有哪些风险的因素我们怎么样来预防 欢迎来到思维健康 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让我们一起管好它 我是杨医师 最近中国前总理李克强才68岁 因为心脏病突发不幸去世了 按照他这个年龄段和他这个级别的中国官员 那么出现这样的状况还是非常不同寻常的 如果他真的是因为心脏病发作而死的话 那么他的一些症状一定是不典型的 那么都有哪些不典型的症状呢 我们今天也在最后和大家分享 因为这些症状很容易被忽略 心脏病发作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冠状动脉缺血 大约有1820万的美国人他有冠性病 其中每年36万多人会死于冠性病 而且冠性病基本上不分男女不分种族 大家都会受到影响 在某种意义上讲 女性受到的影响更大一些 在心脏病发作的五年后 50%的女性会死亡或者中风或者出现心理衰竭 而这个比例在男性只有36% 为什么会这样呢 也许是他们的医生获略了他们的病情 或者他们有些症状不是那么典型 常见的冠心病症状都有哪些呢 首先就是胸部疼痛和不适 或者是上身疼痛 手臂 颈部和上腹部不适 或者出现头晕 出冷汗 这个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出现一些其他的不典型症状 比如说呼吸困难 恶心和呕吐 背部或者下巴疼痛 这些症状都不太典型 在女性当中比较多见 可能是被活略的原因之一 还有其他的不典型症状也容易被活略 我们在后面给大家介绍 那么哪些人容易得冠心病和心肌梗死呢 第一就是高血压 高血压时间久了 它会破坏我们的血管壁的弹性纤维 造成血管壁变薄 血管壁受到伤害 很容易把我们血液当中各种灵血因子 胆骨唇 粘性细胞都会积累在那里 形成斑块 这个斑块长大了以后 它要不脱落堵塞到冠状动脉 就会造成心脏病发作 堵的时间久了 那么就会造成心肌梗死 心肌细胞的损害 到时候一测呢 血液里面就会出现一些心肌细胞 释放出来的霉 就确定了你有心肌梗死 第二个呢 就是糖尿病 成人这个糖尿病患者死于心脏病的 是非糖尿病患者的两倍到四倍 长期的血糖高 会对血管壁造成损害 也会造成血管壁 产生有各种各样因素组成的斑块 第三个呢 就是有抑郁症的人 抑郁症的病人呢 他比没有抑郁症的人 风险要高64% 情绪呢 对我们心脏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另外就是肥胖 肥胖其实跟很多很多的慢性疾病有关 也跟心脏病的风险有关 它本身就会造成高血压和糖尿病 那么自然呢 它也会让这个心脏病的风险增加 那么还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 我们都是比较明确知道的 第一就是吸烟 每四个心脏病死亡的人当中 就一个是吸烟的 另外呢 就是饮食不当 吃高糖啊 高脂肪啊 高盐啊 高胆骨醇的食物啊 都会造成心脏病的发生 我们这里要说一下这个胆骨醇的事 很多人呢 强调这个高胆骨醇 是主要的问题 那也有人说呢 高胆骨醇跟这个心脏病没有关系 其实呢 都不对 那么胆骨醇高了 那么它在血液的粘稠度就比较高 血液的流动啊 就比较困难 但是呢 它需要有一个条件 让它产生动脉周样硬化 就是它要能够在细胞壁上附着下来 细胞壁要附着下来的话 细胞壁必须要有一个破损 这个破损可能是糖尿病造成的 可能是高血压造成的 更可能是慢性炎症造成的 那么有了这样的条件以后 高胆骨醇呢 就会造成我们说的周样动脉硬化 所以高胆骨醇本身 不一定是造成冠状动脉硬化的原因 但是呢 在一定条件下 它会起到这样的作用 特别是在高血压 糖尿病和慢性炎症的情况下 血管壁受到损伤 它就容易形成周样动脉硬化 还有就是不运动了 运动嘛 它会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 会降低的炎症 是吧 会减轻体重 增加我们对血糖的敏感性 也会降低血压 所以运动本身呢 并不是说 它就直接能够预防心脏病 而是说它减少了 各种各样造成心脏病的风险因素 虽然大家都知道 运动呢 可以降低心脏病造成的死亡风险 但是至少呢 一半的美国人呢 它没有达到建议量的有氧运动 还有一个致命的不良习惯 就是过度的饮酒 大量饮酒呢 会增加心脏病发作 心力衰竭和死亡的风险 酒精本身就会对心脏 造成直接的损害 是吧 那么过量饮酒呢 也会损害肝脏 肝脏呢 是调控我们身体代谢的重要器官 如果肝脏出了问题 我们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代谢性疾病 高血压 高血糖 高血脂 等等 虽然遗传因素也很重要 但是80%的心脏病的风险啊 实际上是可以预防的 如果我们能做到以下几个简单的事情 那么这个心脏的风险至少能降80% 一个呢 就是控制喝酒的量 男性呢 每天喝酒呢 不要超过一到两杯 女性呢 不要超过一杯 什么叫一杯呢 就是12盎司的啤酒 是吧 5盎司的葡萄酒 和1.5盎司的烈酒 在饮食当中 不要吃含高糖的 高盐的 不健康的脂肪 单骨醇高的 多吃新鲜水果和蔬菜 那么含有奥米加3脂肪酸 或者肥鱼 黑色巧克力等等 关于降低心脏病风险的 10个重要的营养素和食物呢 我们在下一个视频呢 跟大家继续介绍 另外呢 你就要有个中等强度的锻炼 每天30分钟 能够出点汗就好 每周呢 3到5天 最后呢 要调节情绪 限制自己的压力 多打坐 多做一些 让你情绪放松的活动 保证充足的睡眠 改善和周围人的关系 最后我们讲一下 还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 不典型的 冠心病的症状 一个呢 就是它没有胸痛 它叫做沉默性的缺血 所以呢 你不感觉到胸痛 第二个呢 就是下颗痛和牙痛 它表现的是 心脏的神经 造成的一种牵涉性的痛 第三个就是恶心和消化不良 心脏和弥肿神经关系 密切 弥肿神经呢 也是调节我们消化到活动的 另外呢 就是一种无法解释的疲劳 就很容易疲劳 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实际上呢 由于心肌缺血 心脏的这个工作呀 效率降低 另外出现冷汗 头晕焦虑 人在休息的时候啊 都感到呼吸比较短 我的一个病人 他只有这一个症状 吃的也很健康 每天去健身房运动 有一段时间 早上起来觉得 气有点短 去看医生 也没查出什么问题 他还是坚持锻炼 最后呢 他是在健身房运动的时候啊 出现的心脏病发作 可见呢 这个心脏病啊 各种各样的因素 是非常多的 不管您是什么年龄段 什么性别 如果您看了这个视频的话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心脏 采取预防措施 如果您在这方面 有什么体验和高见 请在留言区 跟我们分享 也希望大家点赞转发 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你就不会错过以后 对大家健康 很有帮助的视频 端倪世界守护健康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 谢谢大家